如果現在 競爭的比較真正 都是在自己的家裡 在旗家照顧 國管市政府 因為要照顧民眾 也把原本發貨民眾的 家裡的風險包來順寄 像這個中法官的照顧包 除了原本的飲料 水癢和快台之外 還有普拿糖 跟吃撒拼的 吃化碳的 吃消炎的藥 民眾不需要自己去藥房買 中法官也把飲養機照顧民眾 來感觸到飲養的濃度 如果不夠九十五就要注意了 台東市也要對在做 今天開始也把飲養機 免費照顧民眾 這個飲養機要怎麼使用呢 市長羅秀苑做給大家看 羅秀苑親親喜歡 飲養機要怎麼操作 因為今天在開始照確診 或是不正常的民眾 申請給照顧市政府 就要將會用機照 運用 那如果水癢機的話 高於九十五的話 它是屬於比較正常 低於這個九十五或是 低於九十二的話 就要趕快打電話 給專責醫院或一一九 市政府鼓勵的照顧包裡面 放這裡有扁四小泡米罐頭 水癢渡減到快台階 讓民眾在家可以減測健康的狀況 本市的話 目前的話 有七百多部的血氧劑 剛剛市長也有提到 緊急採購一千兩百部的這個血氧劑 全台灣比較正的人數 多有夠多 不過大部分都是勤情還是不正常 所以說中華管政府 也將本來向一包 先進做照顧包 裡面有飲料、水癮、快台階 要繼續擁有 感冒油的化碳、油的消炎、油的清潔 民眾不用去油房買 另外也有火用機 用完之後要夾回當地的衛生索 火用機用刷 跟台東市一樣要調好 萬方幸福當地衛生索 和後一位需要的人 那如果婚禮官也有機會照顧包 有度尖打入水癮要有全容的本數 在那裡 觀眾也反而說 親情的比較真正在家裡 賣情的變化 所以說火用機這部分由醫生來決定 哪有需要對這個民眾所用 我們期待 可口